文哲講說出來的時候 他就講說什麼 極盡凌虐啦 然後在裡面怎麼樣怎麼樣 我以為他被禁出了 怎麼會怎麼樣 是被刑囚嗎 阿伯要說出來 有夾他指甲嗎 這個是非常非常嚴重的指控喔 如果你真的是在這個地檢署裡面 有受到什麼樣不當的對待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我們支持阿伯說出來 對 要講出來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你如果有你要說出來 不然你就不要亂說 你講出來我們都跟你呼呼 對 所以我覺得 而且他還講說 他還抨擊檢連 查扣手機跟硬碟 我想說 當然要查扣啊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抨擊 我當然 我去找證據 去找資料 去搜索的時候 我當然要把這些東西 收集起來啊 對不對 那然後他講說 這個極盡凌虐之刑事 我想說你是在說什麼 依照刑事訴訟法裡面 包含電磁紀錄 包含你的這些硬碟啊 手機啊 電腦啊 裡面這些其實 這個檢察官他都可以去調閱 都可以來扣留的 所以你這就講說 到底是怎麼樣 好像違法扣留 違法查扣 我覺得這非常奇怪的事情 而且柯文哲 你如果真的要講說 檢察官違法 那你講出時間點 對 你講出來是什麼時間點 然後檢察官他沒有 持有搜索票 進了你家 然後非法查扣了你的什麼東西 哪些東西 沒有你會講出來 律師都在旁邊 所以律師都在旁邊 所以柯文哲是在講說 他的律師也是笨蛋嘛 所以我就說如果有的話 律師現場都會提出異議 對啊 沒錯 那如果你律師現場 沒有提出異議 那你就等於是 等同是你的律師也默許 也同意檢察官 現在來做這個行為嘛 所以我覺得這種種的指控 所以這聽起來 阿伯昨天出來那句話 都是不合理的 只是為了討拍拍而已 對 他只是為了 他只是為了要讓 在現場的這些小草們 覺得阿伯真的很辛苦 然後都是這些檢聯 在對他做這些 很不公平的對待 非常不人道 我覺得他只是想要挑起 挑起這些小草的情緒 然後覺得阿伯真的太辛苦了 然後現在阿伯終於被這個 無保請回 然後也很感謝這些小草 我覺得他只是想要 這搞到好像我們都忘記 1.21好宅跟商辦 他只是想要挑起這個情緒而已 那你現在去講說 這個含糊其辭 然後說檢聯人員怎麼樣 我覺得很奇怪 你現在是在指控檢聯 亂辦案嗎 在講一個沒有的事情嗎 事實上金華城的這個 違法給予容積 這是白紙黑字 非常明確的事實 他說他不知道 我想說 怎麼不知道 我真的要講 大家剛剛講說 柯文哲 柯文哲 這個金華城案子 再重新幫大家簡單講一下 金華城的案子 在2020年的時候 金華城早上的應小微 應小微開了第一場的便當會 當時柯文哲在 然後後來呢 2020年的3月17號 金華城就把這個陳情書 送到了市長市 所以柯文哲在2020年3月17號的時候 就收到金華城的陳情了 而後呢 2021年8月10號 又再開了第二次的便當會 而在那一次便當會之後 柯文哲指定彭震生成為金華城案的PM 這個案子開始啟動了 然後呢 你來看剛剛謊哥講到的 2020年的10月27號的時候 這個金華城的都市計畫公展 就由柯文哲來正式概章發出 這裡面就包含了什麼呢 包含了他要這個超過20的容積獎勵 還有他准用 准用都市更新容積獎勵條例 就是大家現在最爭議的嘛 他明明不是都更案 為什麼可以使用都更獎勵條例 最後不是都委會的主委 彭震生蓋的章 是柯文哲市長蓋的章 2020年11月11號 你明明就知道 然後你現在跟我講說 我不知道 然後2021 這是2020年蓋的章 然後2021年的時候 苗博雅議員在質詢的時候 有問你 你說不會啦 那個細節我不太知道 然後苗博雅問說 會不會成為你的五大案 柯文哲說不會啦 除了苗博雅議員以外 許淑華議員 簡書培議員 通通質詢過 而且在今年的1月的時候 監察院提出了糾正嘛 監察院提出糾正的時候 因為那是柯市府啊 那現在已經是 蔣萬安市長的事情 這個時候後來 其實也有啊 我自己在今年 4月10號的時候一樣嘛 我直接也再講一次 840的容積獎勵 這是違法發放的 蔣萬安應該要去重新調整嘛 那所以像這個事情 這麼多這麼多 大家都已經講了這麼多 新聞這麼多 議員質詢便當會講了 你自己還指定PM了 然後呢 在新聞上大家也有所討論啊 然後結果你講說 這840的容積率 我到今年3 4月才知道 誰相信 誰相信 我會覺得說 現在民眾黨 都要用一句話來解決 所有的疑慮 所有的質疑 就是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說 我完全不知情 從政治獻金案 木可公司的金流遺孕案 到現在的金華城 他們全部都用這種態度 來面對事情 而且 柯文哲 真的不知道嗎 我覺得彭震生喔 現在心裡喔 一定覺得非常非常的不爽 哇靠 我覺得他現在氣瘋了 那他真的 他到調查小組的時候 當時這個調查小組的 召集人游數會 其實出來的時候 就已經講了 彭震生指出三件關鍵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柯文哲他是親自交辦的 那他親自交辦 因為在2020年的時候 金華城曾經找上彭震生 但是最後彭震生沒有接受 所以是後來 柯文哲指定他做PM 才做這件事 所以他明明就很清楚 金華城的案子是如何 所以柯文哲現在要說不知道 騙誰沒有人相信 上公上一波 好 柯在我心裡的 忘記了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五七點半給你清水嗎 感謝支持 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正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 突破兩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 召集力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黑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 友善記錄版 等你一起來